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今天就進來Kongong Metro Town的showroom 去過South Centre 我們會去那邊看看 有個大的地形圖 建造模特兒 最後會看看showroom 我們看到這個整幅地形圖 這個位置就是Metro Town的位置 這一條是Central Bolivar 是Sky Train走這一條 上面是Kingsway 那邊那一堆高樓其實就是Brandwood 中間connect的是Willington Avenue 向那邊看到Deer Lake Branderby Lake 一邊過去就是東邊 會去到Low Heat 去到Coquitlam 另外這邊 大家看到Central Tower 再過去就是Vancrover 我們回到這麼多樓的地方 這個Metro Town的地方 這裡全部都是將來的建築 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起 穿燈的這三棧 就是Central Tower第一期 而中間這個就是Central Tower 就是會即將開賣的第一棟 後面還有一棋 就是透明的 Kingsway的對面也有一些燕樓 Metro Town這個房間 也存在了一段時間 Metro Town也會有一個改造 將來會有一些很都市化 很綠化的一些融合建設 大家看到會有一些植物 一些外面的區域 一些外面的區域 多幾條馬路在中間可以行車 也會有一些公園 綠化地帶 未來十幾二十年裡面 也會一部分一部分慢慢改造 我們首先看到第一個變化的 也是最早的 就是Central Tower的第一期 三棟 這棟叫Central Tower 這棟叫West Tower 這棟叫Grand Tower 首先我們會由這裡開始 中間這個 總共有四十五層樓高 它會有三部升降機 有差不多二百四十九個單位 由一房、兩房、三房 還有兩房加個guest room 還有Penhouse 會有兩個單位 是三房加釘的 尺數 一房四百多尺 去到五百多尺 兩房就大概八百尺 三房都可以去到一千尺 再多一點 大家拿來看看這個building model 那邊是正北 這三棟外面就是Kingsway 那邊是Nelson 這條將來會是一條新的路 叫Metraway 我們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三棟 它們是連同一齊 有個Podium Level 這個Podium Level 將會是三樓 下面這個Straight Level 將來是Retail 是雙舖 總面積三萬尺左右 二樓大概是四萬七千尺 然後有一些室內的活動空間 還有一些guest suite等等 去到三樓這個Podium Level 有差不多六萬六千尺的平台花園 有不同的設施 可以說是分了三個層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一個叫做Social Sphere 即是大家可以使用的空間 然後中間一個Hydro Sphere 是一些和水有關的活動 最後一個是Wellness 就好像健體和康樂的場所 我們從Social開始看 因為現在COVID-19大家都發現 可能是不夠地方工作 在家裡只有一間房間 或者是沒有釘 所以它有些in-door的co-working space 亦都有一些out-door的part 你可以自己在這裏做事 當然夏天才好 冬天就可能有些冷 這一塊裏面都有一個launch 有些party room 可以在那裏社交一下 或者開一個short meeting等等 去到後面這裡 那裏有些launch 綠化一點的地方可以散步 來到這個Hydro Sphere 就是和水有關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孔色桑拿 有一個out-door swimming pool 還有一個小朋友的water park 然後過到這裏 就有teahouse 到這邊 進入最後一個叫Wellness 裡面就有些健身的設施等等 看到有一個有頂的籃球場 它沿著整個床 還有一條跑步徑 是400米 一直圍著這邊一個圈 走到這裏就有隻蛋 很多廣告都會看到一隻蛋 可以叫它好像溫室 是一個好像iconic signature的建築 讓大家記住這個建築 有些朋友擔心住condo 會不會不可以養狗養貓 有個dog park 讓你放狗 我記得這裏附近有個pass bar 那個entrance就是這裏 就是on kingsway的 整個建築 總共45層樓 由5樓到36樓 就叫做park collection 然後37樓到44樓是sky collection park collection很簡單 四個角落是兩房間 中間的全部都是一房間 去到sky collection 其中一個角落是兩房間 另外三個角落都是三房間 剩下的就是一房間 組成結構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帶大家去看看這房間 我們先看看park collection 5-36樓 就有11隻職 大家看到由unit1到unit11 它有四個兩房間 分別在四個角落位 兩隻職 一隻是797呎 室外空間300多到400呎 另外一隻職就是818呎 340到450個外面空間 這個價位大概都要80萬宗未開始 這個價錢是不包括parking的 如果要賣parking的話 現在暫時大約是35-40多左右 未定實的 Locker也是不包括的 因為Locker有不同的尺寸 大家可以按自己想要的去選擇 從6000元起 我們又可以說一下一房 一房是比較多choice 它總共有四隻一房的職 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裡開始有A兩隻 B兩隻 C兩隻 然後最後有一隻E-plan 簡單來說 跟大家分析一下 最小的一房 其實是E這個plan 室內面積是468呎 最大的一房 下面這隻C-plan 558呎 如果說室內面積的話 但是如果說室外的露台 我們稍後會再講解露台 有什麼特色 露台的話 最大會是這隻B-plan 292呎 露台是最方正的 一房的價位 五十多晚 從中美開始 也是同樣 不包括parking Sky Collection 也是很簡單 四個角落 都是大單位 西南這個角落 是唯一一隻兩房 加一個guest 那個guest room 是一定可以放到床 另外這裏 也是三房的plan 就是corner 最大的三房的plan 會是這隻I-plan 1168呎 室外面積 都差不多700多到800呎 左右 小一點的三房積 無論是室外還是室內 都小一點 1072呎 還有518呎 那就是J-plan 三房就差不多是130萬起了 2Bat and a Guest 還未出價錢 大約1200元一齊 我們現在不如去看看視頻單位 好嗎 其實大家如果有來過這個地方的人 可能都會覺得有點熟面 以前Concord Brandwood 那麼多年前開始買 都是在用這個銷售中 所以包括我們稍後進去看的 也是曾經用過的Concord Brandwood 的showroom 不過它就轉了一些門面的裝修 因為所有的Rendering所有的東西都 跟Concord Brandwood已經不同了 但那個Layout 就是曾經的Concord Brandwood 的Layout 並不是我們剛才在外面看的任何一則 其實我們只要去看看它的 封印材料、材料、顏色 就不是看Layout 還有一些很多project的特色 它都未有時間 或者是未可以進去 大家來看看 入門口的衣櫃 裡面有LED燈 有掛衣箱 下面也會有一個櫃桶 我們再進去看看洗衣房 如果那隻是允許的話 Layouture也會做到這樣的 會有一個台面 是石英台面 是包的 然後這裡是洗衣機和乾衣機 兩個牌子都是Mila 都是Heat Pump Dryer 我們上次在Concord的影片 我不是跟大家解釋了很久 現在就不玩了 大家可以看看那條影片 上面也會有些屁股 大家可以看到有架可以掛衣服 這邊也有些賣物 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我們現在去洗手間看看 我們這裡會看兩個洗手間 大家會看到兩種不同的顏色 不過 顏色可能不是最終的 finalized color 但它會很相似 可能會很相似 但不要以這條影片的顏色作準 因為還有些東西會fine tune 我們來到洗手間 至少會有兩棵牆壁 都是全部是磚的 而且如果有看開開的影片 人們都會知道 他們以前就不會用這些風格的磚 很多時候是小塊一點的 現在他們就轉了風格 是大塊一點的這些長身磚 大家可以看到這塊 一直到達馬桶底 變大塊很多 至於上面也有鏡櫃 這個可以打開 這邊就有些障礙 unit 下面也有些LED燈 這塊是石英台面 然後桌面下面就是一些 裡面可以放東西 有一個櫃桶可以拉出來 旁邊也有兩個小櫃 這個小櫃桶跟以前有些不同 現在就是整個架 這個東西是可以移動的 還有兩架 Shower 這個是famous的玻璃門 它的底座就是鋪磚 不是一個膠盤或磁盤的形式 看到我身後 整幅都是磚 磚都比較大塊 還有這裡整個闊度 都有長條形的 可以用來擺沐浴露 洗頭水 杯杯 碟碟 這一塊是石英 其他這些是尊嚴的 還有我也剛剛留意到 他們這隻收邊 比之前有些不同 因為以前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一團銀邊 或者是膠邊 就去收口 但現在它是做了四、五度切角 所以黏在一起感覺 是有一點無縫的效果 美觀上會提升了 Shower 這邊 是Handheld 整個可以拿下來 就不斷吸在上面那隻 我們可以來看看 這個主人房的closet 這邊也有些櫃桶 下面也有些放鞋的位置 這個可以拿出來 掛褲 這個是包在unit裡面的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是另一隻color 是深深的木色的櫃面 如果下面的櫃是深色的 它的closet 也是用了深色的炭灰色的color 和剛才銀色是有些不同的 它也是和以往一樣 都是分開兩邊冷水制的 浴缸這些也是一樣 做了這一塊和浴缸一樣長的桌面 可以放很多木裏 收後也是一樣 因為它已經有shower在旁邊 所以它的浴缸上 就不會再有花灑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房間 全屋都是九尺樓底 大家可以看一下地板 地板的color 會是類似這樣的 當然將來有機會有變 或者多些選擇 而且它這個style 是相對比較闊的 我之前那段Foxrich那段片 都說過 現在似乎是比較闊的地板 材質也是lemonate 我們看一下廚房 它的材料是quartz 這塊和上面的bassplash 都是quartz 同一種材料 卡通下面是有燈 櫥櫃面 跟以往不同的 它有點凹凸 有些設計 這是一些儲物空間 抽油煙機上面 就沒有什麼儲物空間 它是排風管 抽油煙機的牌子是mila 5個gas爐頭 汽油是包在管理費內 說回下面 都是不同的儲物空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櫃桶 都已經整好這些架 可以讓你放些小的匙巾 筷子等等 然後這些櫃桶 高度都一樣 後面就在這邊 牌子也是mila 這個櫃桶 這個可以做到L形 上面就是儲物空間 最底有個 Megic Corner 整個可以拉出來 方便拿東西 一房是24吋雪櫃 兩房是30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雪櫃 牌子也是mila 比較特別的是 兩個冰櫃的櫃桶 一般我們看到比較多是一個 這個分了兩個 洗碗碟機 牌子是mila 櫃桶 櫃桶 是大的單櫃桶 這個櫃桶 也可以拉出來 這次和以往不同 以往也是打開櫃桶 這次按一下 就會出來了 裡面有垃圾桶的空間 整個可以拿出來 拿去扔 也有一個蓋 可以開的 微波爐 在這個裡面 這個是steam closet steam closet 原理是除味 和殺菌 裡面的原理 都是用回水 所以你們看到有兩個 水櫃桶 有一個是water tank 就是加水 在這個裡面 然後那些髒水 drain tank 你就要拿出來 倒了它 清理它 這些位置 都是有filter 有隔層網 定期都是要洗的 那個湯衫的system 我押了 你可以掛褲子在這裡 但是到時候 其實就不會是一個 這樣的呈現 它是會建立在櫃裡面 就不是這麼明明 釘釘釘一塊東西 這個牌子上面 現在你暫時看到 我們是LG 但是將來五年後 它到底會用什麼牌子呢 其實我們暫時是不知道的 有機會會轉 brand 露台它的特色 首先第一樣 就是它的地磚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其他露台 就是普通的石屎地面 這一隻它就做了地磚 除了這樣之外 大家都看到上面 是Radial heat 這個是用電費的 就是製造自己 因為Strailer是不包電的 這個healing的位置 看到是一些木紋的天花 這也是其中一種設計 它除了有glass railing 欄杆之外 它會有些glass panel 可以接合一邊 那就完全是露台的空間 也可以將glass panel 一塊一塊去拉合 就變成enclosed 然後你再有暖風吹出來 就會暖很多 我又提一提大家 剛才我說的 到頂的落地的glass panel 外面還有普通的 到腰的欄杆都是glass 管理公司 他們會負責了欄杆外面的玻璃清潔 以及玻璃磨牆的清潔 至於你說欄杆以外 包括你自己的glass panel 以及欄杆裡面的清潔 應該就未必負責了 大家自己記得要抹窗 要不然你看出去就懵懵的 再總結一下 這個樓盤的一些 和其他樓盤比較不同的東西 這是我看完資料分析回來的 第一 它其實是extend了你的生活空間 因為計入去尺數的 就是室內空間 室外其實是不計下去的 它嘗試的概念 就是將室內外空間融合 好像這些露台門 這裡也可以關閉過來 也可以整個拉開 令室內外空間的連接 好像是無縫的 就不只一道門可以出入 智能家居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手機可以連接電器 隨此之外就再進一步 因為我們現在的COVID-19 最怕就是觸碰 觸碰的概念就是在你的手機 無論你是住室還是在Lobby 一路到你家裡 包括外面的門 都不用觸碰 全部按個鈕 就可以進來了 還有其他就是公共空間 會用在醫院或者商業建築內 才使用的一種空氣過濾系統 和有紫外線消毒 還有一件事 令我們生活更便利的 就是Mail room 以後那棟建築會有一個Locker room 快遞員過來 幫你放在某個Locker 手機會收到提示 知道Password 變成你回來 就可以自己去某個Locker拿 講回Stratafee 當然Stratafee隨時有機會變 看我知道的數字 大約6毫八一尺左右 每一個車位 它都可以充電 是208毫升 是準備用的 這個大廈 它會安裝一個漏水的自動警報系統 還有你可以完全閉嘴 就變成真的發生這件事 儘管你阻止不了它 有機會出現漏水 但你也可以盡快去減少 它那個惡化的程度 不會浸到整個房子 都是浸到樓下 你要賠很多 這也是其中一個設置 整個概念就是圍繞一個 更方便的科技式生活 就是賣向未來 我們不如出外看看 Hello 我們現在就由Sell Center 那裏出來了 剛才Sell Center 就是在後面 那一棟建築 就是矮矮的 玩具反斗城那裏 我現在這個卡帕的位置 就是第一期 那三棟樓會建築的 如果大家覺得 Metro Town很大 很難認識 不知道我在Metro Town哪裏 其實可以認識這條橋 那外面那條大馬路 其實是Kingsway 就配合這條橋 這條橋 我向這邊是東邊 那三棟才會在東邊建 剩下還有Future Face 才會在那條橋的西邊建 前面我看著就是北邊 東邊現在看上去 大部分都是比較矮的建築 馬路的對面 這些住宅都是二十多層高 比較高的是我正面對的這一棟 它的Pan House是35樓 但其實我數過的建築 應該是32層 因為有些號碼 譬如說13、14、14樓 是沒有了的 那邊還有一些樓是建的 這邊都是住宅居多 如果再去到後面 就是西南邊 大家看到最近那幾棟 全部落地玻璃 沒有露台 其實是寫字樓 有三個Business Tower 後面其實那邊 都是Sky Train 那個站的area 因為Sky Train 就不是Kingsway 在後面Central Boulevard 那邊的南邊 都有很多不同的發展商 建了很多燃樓 將來都會有其他預售的 這個正藍邊 暫時現在大家看到 就不是太多建築 不過將來 Metral Town 因為都會大改造 除了我身後這個car park 那些 mall 會繼續營業 但是都會有些revent 創造多一些多元化的空間 去到這邊 大家看到這些樓 他們的聯盤是新一些的 其中有幾棟 都是Concord 本身在這裡建好的樓 我們現在在西正上方 我們先向北望 下面是Kingsway 那條橋 前面有三十多層高的住宅 後面是Bandwood 再遠一點是雪山 西北 Kingsway對面都有些餐廳和住宅 西面 Metro Town Station Square的住宅區 以及Metro Tower的商業樓宇 西南 看到有Sky Train 三座住宅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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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一個湖 那是Dialik Park 遠一點是高桂林 東北 東北 我今天主要和大家講工量 因為Metro Town太大了 我這些不大的人 當初來到Metro Town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困擾的 因為停的車子在某個地方 誰知道我要走到另一家店 搞一輪 所以我自己先讀起很久 我先去這邊 在哪裏 就是停在哪裏 所以就可以快地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The Bay的入口 其實Metro Town 如果由天空看下去就分三大舊的 這裡就是其中一個The Bay 大舊的 就連著Food Court 如果大家說將來住在Concarnetro Town的這個位置 其實會最近在這裡 當然你說四、五年後 五、六年後起好是怎樣呢 就可能有所改變了 我今天只能夠和大家說現在是怎樣 所以即使朋友現在來Metro Town 你起碼知道可以怎樣進入這個Metro Town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Metro Town 其中一個門口 整個Metro Town 總體來說是兩層 下面就是車場 都有超市那些 平面空間就擴大 所以我說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來Metro Town做什麼 很多時候都是找一個地方 停近一點的車位 會好些的 否則來由一頭走到另一頭馬 然後再走過去 都挺辛苦的 我們現在先進去走一下 我們先去看看水牌 和大家分析下面 現在Metro Town 如果在Underground的 都是免費的 大約四個小時 但是有些外面的空間 其實是要付錢的 我們看看水牌 其實剛才說了 Metro Town 主要是分了幾大塊 這個水牌怎麼看呢 Underground level 是最底層 然後就兩個level 最底層都是免費 有小小店 然後主要的購物 比如買東西吃 買衣服 都是樓上兩層 整個mall來講 這一邊是Kingsway 這裡是Central Boulevard 即是Sky Train 那個地區 我們剛才 那幾棟樓 其實我們在這一個地區 是Kingsway的東北角 這裡 所以我們會在The Bay 走進來 整個mall的話 是很多個入口的 人行的入口也好 說車的入口也好 Kingsway都有好幾個 有些就直接 連接到Underground parking 有些就是上了地面 就像剛才我們 站在那個 Parking Road Scentral Boulevard 這邊一樣 也都是可以 進去Parking 一個地方 對著Warmark 也都可以轉轉轉轉 轉到最底去到大統華 如果你純粹來Metro Town 是沒有東西做 Vendering的 你停邊都可以了 自己進來逛街 然後找回自己的地方 但是有些時候 我不是這樣的 我們很多時候 可能是特意來買菜 我只是去大統華 你根本就不用停在The Bay 或者停在Superstore 那你走走走走走 走到來大統華 你走得很遠 你拿著那兩袋菜 你就很辛苦 我們大家去Underground parking 其實記住幾個地標 一個就是黃色這塊 最上面這一塊 東北邊這一塊 The Bay 那裡是連著Food Court 你到Underground 你見到The Bay 你就知道其實 你原來是那個角落 但是如果你說我不是去The Bay 是要去大統華的 那你就要認著紅色 它會寫Wall Mart 或者大統華 你找回紅色 那你就能去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說 其實我還想去Superstore 那你就認著綠色 那你就轉轉回去 不同的區 又不同的店 整個Metro Town 如果是生活購物超級市場 就三間大的 一個就是Wall Mart 大統華 同一個地方 上下層 一個就是另外最小小的 Superstore 紅色和綠色 那他們之間的距離是很遠的 所以好像我這麽懶的人 我是不會 就是停了在這裡 然後走過去 再走回來的 我是會買完這裡 駕駛車停在那裡 然後在那裡賣東西的 好了 買衣服的 你就停在Wall Mart 或者Food Court 你就可以中間去到H&M Unical 我們這個附近有無印 再上一層是Apple Store 特意去買體育用品 Sport Check 又是一個大的地標 每一次我去Metro Town 如果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麽 我都會真的可能嘗試Google這裏 那就找回那個Sport 就盡量停近些 那久了你熟了 那你就自然知道的了 好 我不知道這樣說 幫不幫到大家 不過我盡量 我們這邊走進來 如果我們要去大統華買菜 是一個很短的路線 首先我們會經過這個 應該暫時不開店的無印良品 直去前面那裏 就有H&M 有Uniqlo 有Wall Mart 和大統華 我們整個地方太大了 走不完 大家自己有機會來慢慢走 走了過來 我想兩三分鐘都不用 去到這個中間的地方 前面就是Wall Mart 買東西不夠後 要再中式一點 後面其實就已經有大統華了 大統華的轉左這邊 就已經是Parking Lot 這些就是Parking Area 大家見到這裏的柱子是紅色的 有些位置會寫P&T的 如果大家見到的話 如果大家大概記得 綠色是Superstore 黃色是The Bay 或者Four Court 就算在Parking Lot 轉到沒有方向 導航都沒有顯示 你至少可以記得 大概你在哪個位置 這就是顏色的區分 我現在呢 就回上去我的車 準備了 我老公說帶我去Bear Lake 到這裏很近的 為什麼我會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在這邊應該怎麼停車呢 話說那時候呢 剛剛來溫哥華的時候 剛剛開始懂得開車 那我老公呢 就要去做事做裝修 那我就很悶啊 那時候又沒找工作 什麼都沒 剛剛結束的時候 每天等他下班呢 那我就想出去逛街啦 那時候住在他伯母的家呢 就在Bernaby的 那我就整天走一走 那我就很困擾了 無論我開車來走呢 我都是覺得呢 嘩 為什麼可以搞這麼久 那所以呢 最後我就研究了很多 最後就發現 總之你要認住 那幾個大的位置 你就會知道 你應該去哪裏 就千萬不要亂停 然後進來的MORE再找 那就很麻煩的了 不如都跟大家去看一下 去Central Bolivar 還有去Skytrain那條路 你都可以在室內 走到最多都出來 不過我現在看到有一扇門 那我就 這位出來 其實已經看到那個Skytrain Track 了 如果要搭Skytrain的話呢 其實走到這裏 就已經是了 有一個小小的Bridge 可以是Cross過去的 那那個位置呢 已經是Skytrain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下去Dar Lake那裏走一下 這個位呢 可能都不是太多人 會在這裏去Dar Lake 很多人都會在另外東邊那裏 那裏的parking下去的 但其實這裏呢 就來剛才我們METRO TOWN那裏 那裏呢 只是5分鐘的車程 那你拍在旁邊這些地方之後呢 這裏就在一條斜路走下去 那可能因為那些人懶得走 所以那些關係不空 那所以就不想在這裏下去 因為其實這邊下去呢 都挺漂亮的風景 高地這樣下去 看到一些雪山view 那樣的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下去走走 距離這個 那麼 那麼繁忙的METRO TOWN 5分鐘的路程呢 其實都會去到一些很Quiet的地方 那大家看到這裏 這個周邊其實也有很多獨立屋 還有TOWN HOUSE 有一點點像屋苑式的 那有些是有Age Restrictions的 好漂亮 這個很開洋 Hello 其實去到這個位呢 我們已經看到North Shore那邊的雪山了 那裏很高那幾層呢 其實那裏是Brand Wood AmazingBrand Wood那裏 我們不是說呢 由METRO TOWN那裏 走Villington過去呢 10分鐘呢 其實就去到那個位了 那我們這裏走到下來呢 就已經沒有了那些剛才的房子了 已經是一個很天然的環境了 然後Lake呢就在下面了 下去這裏就有很多不同的TRAILS 剛才我看到很多住在這裏的人 在這裡放狗一樣 這樣就一直可以 有些不同的TRAILS 可以走下去 好漂亮喔 我覺得應該放飛機吧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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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chong Town在這裏 Skytrain站在這裏 我們說起那幾棟東西就是這個位置 那條橋就在這裏 如果有這一個位置 駕車過來我們這裏 其實是五分鐘的 我們剛才就在這條Trak 一路下去 普遍大部份 駕車過來我們這裏 有些人想起這裏 都會去這裏 這裏有一個住宅駕 就覺得近這裏 會是最多人的 如果大家想去散步 放狗、行山 那種感覺 其實這邊也很舒服 我剛才說過 它會是有一個建築 那Underground 哎呀 那它會有一個建築 所以我說 Unical就在後面 獨立屋 還有Town House 有一點點像屋原色的 哎呀 糟了我摸著這個球 那待會不是要走路梯嗎 走上來嗎 好啊 我今天的裝束不太像去玩 不過不要緊 這個我們都市女人就是這樣 然後用咖啡去走一點 好啊 好啊 那可能還有些時間 需要去 finish 哎呀 又碰了個球 不過你可以飛下來 不是啊 你應該帶飛機下來 飛放著飛機拍我啊 快上去 快點 浪費時間了 不是我 不是疲了問題 我自己叮一下冷的問題 有什麼想法 挺快的 這麼快呀 是 那時候 你不當仙人 摩個女人